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气温下降了 各位小伙伴求一求库穿上了吗 今天为各位小伙伴 再推荐一款免费的高速VPN 那么这款VPN呢 不光是速度快 并且可以打开所有的国外的一些网站 包括shedgpt Twitter Facebook 内飞等等 非常的好用 并且操作非常简单 一键导入节点就可以了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 运入到它的主页 这个VPN就叫 爱开UUU VPN 那么要使用它呢 必须要先注册一个账号才行 我们点下面这个地方 马上注册 那么这边呢 需要输入一个历称啊 我们随便输入一下 这边需要一个邮箱啊 那么这个邮箱的话呢 是随便什么邮箱都可以啊 大家看到啊 国内外的邮箱都可以 那我们用这个QQ邮箱试一下 我们选QQ邮箱 这一边呢 需要邮箱接收一个验证码 我们这边点发送 发送以后呢 我们到邮箱里面啊 来获取一下这个验证码 好的 手机收到了一个消息啊 邮箱的消息 验证码已经出来了 3个1409 我们把它填上去 这边的话呢 要设置一个密码 我们设置一下 这边再确认一遍密码 好的 这边点击注册 OK 这边注册成功啊 这个 VPN的网址呢 我也会放在 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 那需要说明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网址的话 不需要科学上网 就可以很 快速的打开 好的 现在已经登陆进来了啊 进来以后的话呢 这边是免费版 是永久的 然后每个月的话呢 有50G的一个流量啊 假设50G不够用呢 那自己可以再升级啊 升级的话是需要一点 花费一点RMB的啊 那么这个在线的数量呢 可以允许五台设备 同时在线 那么这个VPN呢 就是有点奇怪啊 这边是说 呃 较准上面两个时差 相差十秒内 才可以正常的使用节点 那么大家看到 我现在这个误差呢 已经去到了11秒 去到了11秒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节点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点这个节点列表 呃 免费节点的话呢 这边都是日本的 都是日本的 那夜版节点就是付费节点啊 这边日本 香港地区 这个美国英国等等 一些国家都是有的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 我们点这个下载 和教程这个地方 下载的话呢 这边有很多系统啊 安卓 Mac 这个Windows 中国 包括这个Dinux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以这个Windows来 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Windows 然后这一边呢 在一切开始之前 请确认系统误差 不超过五秒 刚才我记得全面说是十秒 这边又说五秒 没关系啊 那这边我的系统 好像相差了这个 呃 十一秒 相差了十一秒 那如何校准呢 这边有一个Win期以下的 有一个Win时以上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点击一下 看看如何校准这个时间 这边有一个说明啊 说明 点击电脑桌面开始按钮 然后选择设置 然后选择时间和语言 选择日期和时间 然后选择这个DG同步 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有一个时间和语言 那每个系统不同的话呢 你的时间设置 可能也是不同的啊 不同的啊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点同步一下 好的 同步完以后 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这个时间 是不是同步的 来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 好的 现在刷新以后呢 大家看到啊 这个时间是完全同步了 分秒不差啊 一秒都不差了 好的 那然后这边呢 说卸载所有的杀猪软件 大家都知道啊 很多这个VPN呢 都会被杀猪软件暴读 那么这边呢 其实是下载Clash和Window 解压以后运行就行了 那这个我就不演示了啊 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呢 介绍过很多次了 既然用这个Clash来演示的话呢 这边我就不用下载了啊 大家没有的话 这边可以下载啊 下载完以后 解压运行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 我已经有了 那么第二步就是导入这个节点 那么要导入节点的话呢 我先把我的Clash打开啊 大家看到在这边 先打开一下我Clash 好了 现在已经打开了 我看看它能不能自动导入啊 一键导入托管配置 到Clash和Window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选择这个公开申请 好 打开了 我们这边看看配置 好的 那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iK 三个U 几秒之前更新 就是刚刚那个啊 我刚注册的新账户的 这边就是有50G的一个食堂 复费过期是2034年啊 10年的有效期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理情况啊 免费节点果然像它刚才说的一样啊 1234567 有7个日本的节点 我们点这个地方给它测试一下 好的 测试结果出来以后呢 几百秒啊 有一个一圈 二百秒的 其他都是几百秒的啊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打比方点 第一个 我们选第一个啊 选完以后呢 我们在常规这一边 我们打开这个系统代理啊 打开以后 我们看连接这个地方的情况 现在显示已经连上了啊 这个地方已经有上传下载的流量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啊 这边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 好的 这个显示速度非常快 应该是速度非常快 那我这个刷圈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 那我们找个视频来试一下 我们出所试看 谁选这边呢 我们选这个 随便选个视频来看一下 点开以后 它直接就开始播放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像素 这边直接是 默认是2160啊 直接是试看 我都还没选 它直接默认试看 表示说这个速度非常的OK 那我们也点右键 看看它的一个情况啊 目前的速度是18,000 1秒18,000的话 这个能顺利的流畅的打开4块 这个也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非常了不起了 我们尝试给它快进一下 快进基本上延迟1秒2秒钟啊 也算是秒开 现在是25,000 26,000 37,000的一个速度 现在速度稳定在44,000 我们再给它快进一下啊 这个绝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只有3万4万多 现在是5万多 速度还在不断的上升啊 现在到了6万 那么其实刚才对一打开的时候呢 2万2万速度的时候 它就可以顺利的播放这个4块 这个是很多其他的这个VPN所不能达到的 有很多VPN我测试5万6万开的时候 这个打开4块的视频还是非常卡顿的啊 好 我们来尝试打开这个奈飞 试一下看看 好的 打开奈飞也是非常的迅速啊 因为绝点是日本的 所以这个奈飞也是日本的啊 这边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具体我就不演示了啊 不演示了 到回来看一下 这个播放的情况稳定不稳定 目前是5万多的一个速度 现在速度去到7万1 还是一样啊 我的网速是300兆的宽带 那假设你们的网速是千兆宽带的话 我相信这个神经便便缺到19万开 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来换一个节点 试试看 比方我们换这个节点 更换以后 我们再尝试快进一下啊 快进是没有适合的压力 目前的速度是4万5 那看来它这几个节点的话呢 速度都是差不太多的啊 都是差不太多的 目前去到6万7 现在去到8万多了啊 那假设有些小伙伴说 这个每个月50个机 假设不够用的话 怎么办呢 那其实方式很多啊 方法很多 我在上个月介绍的一款 这个VPN当中呢 有介绍给大家 一个非常好用的免费的 VPN节点的一个网址 那么那个网址 它是当更新的 那么上面的那些节点呢 都是随时可以用的 我上次也测过 油量也是非常的好 节点 国家也是非常的多 你要想固定哪个国家的节点 使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的 这个VPN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